出來要看就是 為了這個高雄技大 這個世界這個消息 我們這幾天都有在報 今天環保團隊是來開記者會 來支持說 各遊樂区為了高平客 蘭花園的這個 這水區 是屬於這個環境敏感的所在 不過開發單位 還在自己來蓋這個露油 還有這個爛車 完全都沒有經過了環境平庫 所以環保團隊是懷疑 應該是應該感動的 這個高雄管政府 如果是愉快 還要倒立這個役者 還沒完全完工的 二大世界娛樂区 已經開始試驗我們 不過兩天前 所要發生翹地摩天輪天氣 把UK管理裡面以外 不過二大世界的麻煩 不是這條而已 環保團隊今天拿著 相片機孔 約在高雄管道 一百六甲的農民 去大型的路關 竟然自己去 落車高價格跟印度 所要違法完全沒有做環評 高雄管政府也動作沒看到 沒有做環評 或者是沒有要求 做安全的這些檢查 沒有發建照 然後他就蓋的話 那這樣子除了有違法 還有圖利的 這樣的嫌疑 這樣只控入車 危害是因為 二大世界 離高平家 南荷原水庫 集水庫裡面 是屬於環境敏感區 以後環評法 去高價格上道路 如果合起來超過五百公尺 就一定要做環評 讓環保團隊不能接受的時候 其他包括道路 有特寬 現場沒有一項有違法做環評的 這個遊樂區的代價 是高雄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是高雄市民喝水的安全 民對香港在土地財團 高雄公安環保局表示 入車去的高價格 他們屬性不知道 現在才發現 如果查了確實違法 就會來出發 另外我們車的部分 也沒有說不想做環評 那入車一定擔心 也要來發 記者林前面科正準 台報報導